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3号星期日 这两天德国和美国多少分矫情 当然这个其实由来有一段时间了 德国现在从内心深处就认为美国大的伪系美国不对 所以德国有些地儿就是说阴奉阳尾不听美国的话 纽约时报发文就指责德国 直接就说德国与美国作对 说他现在继续投资和扶持中国 这是不对的 说德国的大众和巴斯夫继续向中国挺进 继续向中国投资 巴斯夫向中国投资了100亿欧元 要见到一个新的化学生产的综合体 而且这个的规模 甚至就已经基本上跟在德国的规模差不多了 而且前提还是巴斯夫在中国已经有了30个基地了 然后你还搞这东西 然后大众集团的计划根据中国人的意愿 来调整他车型的功能 大众现在在中国推行的说 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 与美国孤立中国的战略背道而驰 与美国的经济上风筒中国的努力背道而驰 这是纽约时报的在指标他们 德国方面的说法是这样 他这么说 巴斯夫首席支援官说 说来自中国的收益 可以使得我们巴斯夫集团 能够抵消欧洲高能源价格和严格的环保措施 带来的损失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业务 欧洲我们公司 我们集团在欧洲的必要的重组工作 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我要有利润才行 他说请告诉我 就是说请美国告诉我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欧洲 还有哪一项投资能让我们挣钱 就是我也不想去中国投资 当我去中国投资我能挣钱 我在这投资 我现在挣不了钱 就是说你怎么把它搞成这样了 对不对 尤其是恶物战争之后 就变得更加的艰难 大众其实在高昂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说现在目前的欧洲 高昂的能源和劳力成本 导入大众对中国 有很大的这种需求和依赖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大众和巴斯夫 都是这个观点 与此同时拜登还承诺 承诺什么 要让美国更具竞争力 要扩大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生产 要补贴美国的能源和产业 补贴美国的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 然后反正各种企业 要进行补贴 然后此外也不会再就新的贸易协定 与欧洲进行谈判 对此来讲 欧洲是不满意的 因为美国他现在 拜登现在搞的这种大积电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也是排除欧洲了 还有他搞了一些补贴 也排除了欧洲 这个实际上 你看起来好像对中国不利 实际上对欧洲也不利 这个东西美国这么做 班农现在做的 是非常自私自利的 所以这让欧洲就觉得 就是说你现在这么搞 你在伤害我利益 对不对 你最起码你要 你把你的基建或者什么的 你要把我一块带进去 但你现在根本就不带 你在跟我竞争 你在跟我抢利益 然后还不让我 还要我跟着你 还不要我去中国去投资 对不对 所以反正双方 这个矫情的比较多 拜登现在整个看起来 他的这种做法 就是真的是 川普那个时候 也是美国优先 但是川普的美国优先 他是一个就是说自由市场 他不是通过这种补贴 通过壁垒去搞的 就是说这样欧洲 我打造一个就是说 零壁垒 零补贴 零关税的这么一个市场之后 你欧洲可以来自由竞争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拜登 你现在搞的不是自由 你搞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之后 你国家拿钱出来之后 主要是投资那些你满意的企业 那么或者听你话的企业 那么我们就没法跟你竞争了 因为你美国政府出来 等于现在是 现在以前美国做生意 是美国企业家在做生意 我们跟企业家去竞争 你现在是美国政府在做生意 你现在大老板是美国政府 很多企业通过被你投资之后 都要听你的话 很多的事情就是说 能不能卖产品给谁 能不能投资 在哪投资 能不能在哪新的建厂 都要听你的 你现在成为这个企业的老板了 那么等于现在美国搞得 都跟国资企业差不多 都跟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差不多 你懂吗 所以你这么搞完之后 实际上欧洲就极为的不满意 反正武汉德国现在 能够到这个地步也不容易 德国实际上 它由于是战败国 受美国的影响的比较严重 现在能够这么站出来 直接的怼美国 也说明了德国算是受够了 那么后面我们要看 就是说怎么办 会不会进一步闹得僵 再闹僵了之后 现在反正就说 像什么德国日本 都在考虑要干什么 照考虑就是说 真正的就是正常化 什么正常化 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现在德国和日本的 没有从事上来讲 都不算一个正常国家 德国日本的 都有美国的驻军 现在都想到正常化 正常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驻军 是不是该回国了 我不知道 当然像走到那一步 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 最起码现在看起来 虽然未来还很遥远 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好吧 那这些脑袖里边 谢谢大家